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歉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确实在这方面 基本都是口耳之学 济问之学 在这方面没有真正的做过科 系统的学习 我曾经引证过范先生 范增的一句话 他说周汝昌先生读书啊 是阵地战 就是系统的这样学习 他说范增自己很谦虚的说 他说到了咱们这里 只是遭遇战 哪不懂 赶紧再去学 再去问 属于是遭遇战 于是我接过来说 我说若周汝昌是阵地战 范增是遭遇战 天运章不过是游击战 游击战 所以我的东西很不扎实 因此也在节目当中时常出现一些错误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这些提示和批评 这点我已经多次表态是这样 但是我有一种精神 就是亡羊补牢 我虽然在古典文学基础很差 但是既然从事了书法工作 必须补上这一课 尽量多学习 你其中刚才谈到有一句话 说的很准 就是我在学习古典文学当中 悲帖给我的这方面的营养 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不仅有时候读一点诗文 同时在悲帖当中 我也把它视作是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经常说 读却当中的两个意义 一是考证 一是书法 那么实际上 你细读卑帖的时候 你才发现里边那些说文学的意义 景言妙句 就是多而且多 应该说 让我们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所以我们每一个做书法工作的朋友们 或这些爱好者 都应该在学习悲帖的同时 学习书法 考证他的文字学和金石学等等 这些意义的同时 要特别注重他的 在文学上的那些意义 要接受过来 比如说 我们大家经常熟悉的九成功 这个悲帖 我就在当中 通读 最后来 细读 再到最后来 最后来 我一次一次的加上注释 全文加以讲解 这些东西 一方面请教了很多的老师 一方面也是自己 在努力的学习过程当中 谈一点自己的心得 其中不乏有很多的景艳妙剧 我想今天呢 也向朋友们介绍一些 我们现在 拿出在日本出版的 一本比较好的影进本 展现给大家 同时呢 讲解一些 这里边的一些个 非常好的词句 非常深刻的内容 和大家共勉 他说 观其一山回见 穷泰基齿 以人众玉 良足身游 先向大家介绍一点 书法知识 都被贴出注意 凡是这个空白的 留着白地子 这是 餐缺了 再注意看这一遍 凡是下面是黑地子 没有字 这是当时 表示尊重皇帝 留下来的空白 所以 这个白地子 是餐缺的表示 这个字 应该是个以字 以为的以 他说呀 九成宫这地方 非常奢侈 非常之豪华 达到极限 说如果 作为一代君王 你在这里要如果 任意的去 中欲 大家记住 这个虫字 在这件中 和那个放纵的中 在这地方通下 欲字 由底下加个心字的 这就是欲望的那个欲 说若在这里 任情自性的 中欲而为的话 实在令人感到担忧啊 这叫良祖身游 这是后边 会有很多祸断 会引起来的 那么隋文帝 隋阳帝 失败了隋朝 断送了隋朝 就跟他们的奢侈 奢侈 这个纵欲 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在这个地方 魏征 在撰文当中 一再的警告李世民 可见 魏征这种忠诚 直率 大家再看后面 还有这样一段 魏征啊 在后文 他接着说 他说 仰观壮丽 可作见于既往 辅查悲俭 足垂训于后坤 看这两句 多好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 九成宫这个地方 原来非常的豪华 到李世民来 住来的时候 就阴露旧俭 修复了一下 修复的状况 是什么呢 他说呀 扎丹池以沙粒 借粉壁以土泥 原来都是凋梁化洞 都是欲弃的 啊 等等这些东西 后来都用 一些个土质的东西 来堆砌一下 那么就阴露旧俭了一下 比如说 毛刺续于穷市 这非常华贵的公式 他却用茅草来补充了一些 比如漏雨了 那么他就用茅草泥土 把上面封盖一下 就是不再用原来那些高档的材料 来重新修复 他不这样做 因此是一种简朴 所以他说呀 仰观壮丽 仰观壮丽 就是看到那些个 非常穷太极齿的 这些个豪华的东西 就是隋阳广留下的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作鉴于既往 就是引以为鉴 把过去的东西 拿来做一面镜子 实实对照 隋阳帝隋分帝 他们就是因为奢侈误国呀 那么这是说的 这座壮丽的一面 他说复杂碑碱 再看看这些个茅草 泥土 接了土接 续了穷世 这些个简单的做法 可以垂须于后坤 让后代子孙们 都引以为一个典范 要学习汤太宗的这种 简朴精神 实际上 他强调汤太宗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是赞扬汤太宗 一方面是鼓励汤太宗 要这样做 才是好的 可见得 这个可以见到 这时候魏征是如此的苦口破戏 我们再看几段精彩的论述 好的 我们大家再唱这段话 这个魏征啊 又在赞扬李世民 其实在赞扬鼓励的同时 是告诉李世民 一定要这样做 不这样做是错的 这样做是对的 在肯定的同时 还不住在提醒李世民 看 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又一个空白 是黑栗子 说明当时这些地方没有字 空这个字 是表示对皇帝的尊重 因为我后 在这时候 就是提到的李世民 他说我家皇帝啊 气体 就是白天晚上在警惕着 千万不要奢侈 然后他说的 虽修佛修 修是美好 是一个令德 美德 他说我家皇帝啊 虽然呢 有美好的品德 但是自己却不以为自己 有这样的好的品德 就是一种谦虚的精神 他说朝夕之间在警惕着 自己不要犯错误 同时说李世民呢 居虫毛雨 乐不攀游 住的地方很简陋 却不思到外面去 远游享乐 再注意这句话 我经常把后面这八个字 作为一个书法作品的文艺内容 写给朋友们 或者是写给求自者 大家注意看 皇屋非贵 天下为忧 注意看 这是为忧两个字 他说皇屋非贵 天下为忧 好的 我们把这句话写下来 大家注意 他所说的皇屋非贵是什么呀 不是皇帝住的那个 黄金建筑的那个宫室 不是 是皇帝在出游的时候 经常有一个七罗散盖 上面那个七罗散盖 有个叫黄罗散 那个散的名字叫黄屋 是指的这 只有皇帝出行 才用那种黄罗散 叫黄屋 这个时候 传闻者 卫生他说了 他说这种散盖 应该是皇帝的 贵为天子的象征 但是 并不贵重 贵重的是 应该把天下的事 老百姓的事情 当做自己每天忧虑的 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 所以他说 皇屋非贵 天下为忧 我有说给官员们 就是给一些特别高官们 写字的时候 我经常就写这八个字 我想也是对于 我们的这些的领导 给他一点提示 给他一点要求 就是皇屋非贵 天下为忧 你自己身担重任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自己有的权利 是如何如何的 这种自信自负 你应该把天下的事情 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内容 去完成好 所以皇屋非贵 天下为忧 可称是 锦言妙句 那么类似这样的句子 在九成功里 多而且多 大家看后边 还有这样两句话 这个 魏正又再一次的警告李世民 他说 居高思坠 持满介义 居高思坠 持满介义 这两句话 后来成了书法界 快指人口的 这么两句话 我也经常当作一个作品 写这些个领导同志们 我写的目的 我觉得 比较适合 因为这领导和官员们写字的时候 你要注意文艺内容 你比如说 你要写一个 两袖清风 你折官员们 有时候 使官员们感到很尴尬 比如清官 清官在屋里挂上 你给他写的 两袖清风 这种自我宣扬 自我表彰 他有谦虚的一些清官们 他肯定不愿去挂 是吧 你比如你给我写 是一个书法大家 让我挂到屋里边 我肯定不挂 第一个是我本来就做的不到 另外 我即使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给我搁到屋里边来讲 那我也不能接受 因为谦虚总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 那么在给高官写的时候 你写两袖清风 清官是不挂的 你给个贪官 他也不挂 你搁到屋里边 跟个照妖镜似的 两袖清风 他本来是个贪官 他敢挂这四个字吗 也不敢挂 所以这些个高官写字 是有时候很注意 这次举内容 所以类似 荒无非贵 天下为忧 比如居高思罪 吃满介意 就非常好 居高思罪啊 就是当我们 站在一个高处的时候 无形当中 你有一种失控 或者说是 有一种恐高症 你感觉自然而然 要下坠 要掉下来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 我站在一个讲台上 二持高 我站着很平稳 两丈高 我就觉得有点心虚 如果是两千丈高 我站在上面之后 无形中身体就发慌 自己还是这么大宽的地方 就有一种要坠落的感觉 所以他说 居高思罪啊 然后说 吃满介意 我们端着半杯水 走起来很稳当 一点时间也没有 如果你端满满的一杯水 很容易洒出来了 你就害怕的洒落出来 而且越害怕洒落出来 它就越洒出来 所以这两句话 是经典 是充满哲理 既有哲理哲学性 又有文学价值 所以我们当读到古威帖的时候 一定注意这些 是景言妙句 会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 魏征到了最后 就是刚才我说的 居高思罪吃满介意后边 他又加了两句 他说 念字在字 永保阵纪 结束了 他这个 一千多字的 这个论文 那么 他最后说 念字在字 例子就说 你经常想到谦虚谨慎 经常把百姓 放在第一位上 你如果能坚持这样做 你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 妾字 这个妾也念切 我们现在先用楷书 演示一遍 大家会问 为什么这个妾字 左旁写的十字旁 其实这种写法 是准确的 我们在古碑帖当中 看一看 几乎所有的 楷书 写的这个妾字 都是这样 如果写成图字旁 就是错的 我以前就犯过这个错误 是有人向我提出来 我才注意到这个字 因为左旁 在规范字当中 很像个土字 其实不是土字 注意看是这样 这是现在的一个 基本的规范写法 但是无论如何 不能写成土字旁 它关键在哪里呢 是这一笔 横写完之后 竖下来 是直接条 不能写成这样 再重新一笔 这样写 这是错误的 大错而特错 千万记住 不能这样写 因为这样写的话 是个七字旁的 一个意思 但是古人 却把它 直接写成十字旁 我们在收文解字当中 看到解释的时候 说这个刀 这一面 是个形 那么这边写个七 是代表生 也就是七生 而古人却写成个十字 在这一点上 古碑切当中 几乎所有的书家 在写楷书上 都是如此 我们再演示一遍 跟大家看 注意这一笔 一定要写得有力量 收笔的时候注意 左靠右回 单看这一竖笔 写下来 倒是左靠 往这边靠 右回 当然我们这是有点夸张 你在写的时候 千万不能这样写 但是大家要明白 这个途径和行笔路线 是这样过来的 是用笔尖在做动作 而不能真正拿笔尖在做动作 这样写 这就坏了 一个死嘎的 这就很不好看 是用笔尖在挥 再看一下 一横 竖笔下来 用笔尖 轻轻的一挥 但这不是个勾 千万别在这边挑起个勾来 这就错了 大错特错 这应该直接写成一个竖笔 而且应该是一个垂路竖 绝对不能写成悬针 右旁的这个刀字呢 在它的起笔之处 跟左边的这一横 基本上靠近 在一条线上起 往下切笔 条高速注意 是这样起来的 就是这个勾 有时候 使很多初学者 煞费苦心 临摹多少年 成效甚微 什么原因呢 就是方法不对 我们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勾的写法 首先是前边这个点 话需要惊到 看 转过来 下来 回一下 从这个地方起 我们做太慢的动作 因为是宣指 他因尸 这个效果就没有了 所以要具备一定速度 再看一遍 下来 回 从这起 也就是说 他在往下 在垂落的时候 他没有写到 一个该起刀的地方 就是这是该起刀的地方 如果这是再回 再从这起的话 这就长了 整个这次就太长了 所以 他在将近到了 应该起钩的地方 他突然断了一下 用逆错的方法 注意一下 到这 他应该 再长一点 才合适 他用再一笔 这样 起来 看 这就是一个 一个正确的方法 再演示一遍 是这样 这一撇不要太长 如果这个刀子 这边写对了 而这笔写太长 这就夸张了 就不好了 而且这个角度 也必须得对 角度也必须得对 是向这个方向撇 而不能向这下方 这儿撇 这就坏 所以 在这些方面 虽然简单的就是 同工四个笔 笔画 却非常吃功夫 好的 大家看看这个字的新书写法 这就调起来 调起来并不是说 要写成一个 或者所谓土 或者是漆 实际上 是因为这个竖笔下来 必然要带一下 其实单写的这种程度 停下来 这儿写 也是姓书 但是似乎觉得不连贯 因此在写的时候 往往 这笔就调起来了 而且看这个幽丝了吗 丝有如无的牵挂过来 但这些个 都是偶然的现象 不要故意的学这些东西 当你熟练之后 它可能都会出现这种偶然的现象 如果你故意 学某个书家写在这时候 优思是不是到这 这就是做 这就不好 不应该这样 连上也好 断开也好 都没有问题 笔意到了就是好 恰好又连 有一点虚劲 连上 如果我们故意的不连 这些也很好 因此这不是主要审美的地方 有些初学的朋友 特别最心于这些方面 小的肢解问题上 花费很多的时间 其实大可不必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写这个切字 和写公字 这个道理一样 功劳的公 注意看 这当然这边是一个例子 但是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这边往这儿写 这边往这儿写 那么这种写法 就是合适的 如果公字也往这儿写 例子也往这儿写 这次就写了 即使这样写 写得很正 这字显得没有味道 所以切字呢 也是这种方法 写的时候呢 到新书阶段的时候 注意 这是这一个请斜式的 看 斜式的 然后这笔往里边 这样写 所以这二者呢 都在向着对方靠拢 于是这个字就出了一种味道 大家再看 所以是这个施养 尽管轻轻地挤着点画 却表现出一种修养 尽管我做的 我在演示当中也做不到 但是我必须提示大家 注意这种写法 书中生巧 好的 下面我们看看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实际上草书的写法 关于这个切字 就和行书大体差不多 主要是在比义上 有所区别 它不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比如说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草字 本来是这样 这么多的点画 到了草书 简短 简短到这样 这个切字不然 它和行书大体相近 看 比义不同 比义不同 就是这个地方在行书当中处理的时候 还有一个规范的东西在里面 到草书写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这个地方不能点点 不能这样写 这样写就不对了 所以刀字和这个丹尔 丹尔比如说的确 这个了确的确 可以这样写 但是作为刀字旁 右边是刀字 必须把这写成刀的形状 这种写法 我最后这种写法 怀素就这样写 他把这个左边的这个 这个偏旁写得很短 右方下来 注意右边是这样转过来 这是草书的固定的写法 尽管它和楷书 行书区别不大 但是仍然它是草书这种写法 所以有些字 虽然是 它写的不是正规的草书 但用的比义是草书 我们也应该把它列入草书的范围 当然这是宽泛的一个意义 如果说一定讲到严格的草书方面 还有草书的一个特定的形体和它的比义 二者结合成为草书 好的 今天关于这个范 或者把它念茄 刀茄的茄字 这个字 我们暂时用三种书题 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